好 我們來看到我們新的入境政策 就是長程航班要做所謂的落地採檢 結果沒有想到 這一採之後不得了了 在機場入境的部分 有將近一成 陽性比率非常非常的高 其中來看到在美國的這個航班 陽性比率最高 您知道嗎 高達了14.29% 好 現在引發大家質疑的是 我們現在做的是長程航班的 落地採檢工作 因此像是李秉穎醫師他就說 那為什麼短程的航班 不需要來做採檢呢 好 但是現在大家很擔心的是 尤其是在昨天 光是一天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就多達了90多例 已經創下了新高紀錄 好 現在台大而一的院長 黃立民 黃醫師他就認為說 每天境外移入的個案 不斷的飆升 尤其是馬上迎來的是 春節入境的高峰 預估在1月14號的前後 就是這個高峰期 到時候可能光是境外移入的 單日確診就會破敗 好 如果這些人全部都送到醫院的話 可能會讓我們的醫療量 備受考驗 但現在為什麼這個境外移入個案這麼多呢 而且還有一大堆的確診 都是來自於美國 台北市長柯文哲他就說 這個境外在昨天一下出現了加92 真的是讓人匪夷所思 他認為說不是回到台灣的旅客 都要出示所謂的PCR嗎 難道是國外的PCR不夠準 又或者是航空公司沒有來做查核 還是說國外打疫苗的效果真的有比較差嗎 像是民主黨立委蔡壁如他也提到了 他說入境必須要提供兩日內的PCR採檢報告 但是沒有想到案例卻快速的增加 因此他質疑的是 可能有很多航空公司在做這個PCR的查核 都是沒有確實來落實的 但是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可能是在國外做PCR的時候 這個採檢工作做得不夠確實 因為我們來看到台獨大佬蔡丁貴 他日前就說 因為他說在檢疫期間 他已經被確診了嘛 他次報在上飛機前做的這個PCR檢測 在擦鼻孔的時候沒有擦得很深入 同時有一位從旅美的這個旅美的臺灣人 回到臺灣的時候他也說 他說回臺灣戳過鼻子之後才發現 在美國可能不真的叫做是戳鼻子 可能只是挖鼻孔啦 他認為說可能是擔心民眾不舒服 而不願意受檢 因此美國很可能是寧可降低準確率 增加篩檢數 好 這個部分到底是不是如此 還不知道 但是現在整個桃園機場的群聚個案 連環報各界都已經看不下去了 我們來看到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他指出了指揮中心 你一直拖到出現了群聚 整個病毒都已經進入社區之後 你才用指導者的姿態到桃園機場來視察 王洪威想要問的是 其實桃機的主管大部分都是什麼背景 都是民航局或是交通出身 是沒有任何防疫專業背景的 好 現在桃機出事了 因此指揮中心開始找人揹黑鍋 指揮中心你到底怎麼好意思 把所有責任都丟到他們身上呢 因此王洪威他批評了 指揮中心你是在指揮假的嗎 就連之前大家一直講到 沒力的入境普篩 指揮中心也都是死都不肯做 好 一直到日前才開始做 而且也說這不是入境普篩 這是所謂的落地裁剪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 光是一天就篩出了好多的陽性個案 那麼請問之前 到底已經放進多少的可能感染源了呢 讓桃機的人員全部都暴露在染疫的風險之下 因此現在他認為 桃機應該要向指揮中心來究責吧 3107 4109 825 我剛才一些氣 manner 3107 我剛